彎曲的手機的話 是未來的一個新科技 那現在全世界裡面 在做彎曲手機的話 應該是三星對不對 好 但是台廠在這邊 小元今天也幫我們找到了 台廠現在已經有人開始在研發 這整個彎曲手機的一個觸碰面板 沒錯 我們常常知道 手機的話通常就是硬邦邦的嘛 絕對不能讓它彎下來 彎起來的話 拍子就會破掉 就像我們之前一樣 可是現在台廠已經搶先研發出 所謂的可饒式的 彎曲的觸控面板 我們現在看到什麼叫做 可饒式的彎曲的觸控面板 這是一般的面板硬邦邦 但是這種可饒式的觸控面板 我現在拿起來 然後我讓它用彎的情況下 注意是彎的情況下來寫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螢幕 我依舊可以操控它 好 這個就是彎曲的面板 對 這是彎曲的面板 好 這個彎曲的一個觸控面板的話 它可以彎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好 我請你幫它示範一下 彎到什麼彎的程度 我也很怕它會破 所以它底下 未來的話 只要跟可饒式的面板做結合的話 它就可以做這樣子的功能 對 它只要跟可饒式的面板 可是現在可饒式的面板 只有一個家 只有三星的AMOLED OLED 對 可能做到這樣可饒式的彎曲的螢幕 然後其實它今年的EVA展 也陸續展出這樣的一個技術 這樣子彎還是可以寫 好 而且這是外面的彎 給大家看一下 來 小圓 你能不能寫個字在這邊 可以 好 它現在在這個觸控裡面 所寫的字會顯示在我們這螢幕上面 對 來 我寫我的圓 敏感度很高 很高啊 敏感度很高 很高啊 所以你只要彎曲的時候還是可以寫 對 而且 它寫的時候它不會變寫 它不會變寫 這是向外彎對不對 然後之前說三星是有點內奧對不對 你能不能寫漂亮一點的字啊 你剛剛那個字的話寫得太重了 那我 沒關係 你用右手寫 你用右手寫 來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它小圓的話是把這個面板是折成圓的 折成圓的這樣寫 但是它這樣子寫的話 還是可以出現 還是可以出現 而且是外彎對不對 它其實像現在三星說內彎對不對 內彎其實也OK 我直接用內彎的方式 把它來寫 內彎也可以 內彎也可以啊 所以其實不管外彎內彎 其實都可以完成 只要後面搭上OLED的螢幕 它就是一支可以彎曲的手機 那大家會覺得說 奇怪 這樣的話 那這個PCB怎麼辦對不對 其實現在PCB可以研發到 它可以兩片組成一片 就中間也可以 也可以用動來動去的方式 你就是一支真正可以彎來彎去的 等於是說後面的這個PCB 它也要必須是一個軟板的方式 它可以做成是一個 兩片結合成一片 對 那這兩片中間 可能有一個東西接起來 它還是可以這樣子 這樣活動的一個方式 然後再搭配這樣子 是可彎曲的這個觸控螢幕 就OK了 來 視聰